这些流行的这种美拉德色系 如果大家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穿 然后甚至害怕这种色系穿上去有点老气的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配色 就是属于任何的肤色 任何的年龄 任何的款式 只要是这个配色以内的 我们穿上去都不行 那就是米色加装 有没有配色 今天从最近咱们开始 就是不同的米色和不同颜色的装 那么我们一般可能拿到这种卡其色 都会习惯的搭配 是一般跟米色一起搭 你们发现整个人的气质就变得非常温柔 那么美拉德色系就是不同颜色的装 我们加一点米掉在里面 所以我的包包其实就是 生产生的就挺好的 接下来这一种可能看出来的感觉 是有点炒的 所以我就记忆这个颜色 就是多香的颜色 就是哪一个材料的内搭带里面 那因为我这一层本身就是 是用了一点点 年轻感跟造型感 所以我是去家的身体很迟 那这个绿色其实就是升旧了 我们就女色比较会很高充 我其实看起来这一层 因为我觉得这一层就有点年轻 我们是整体有点舒服 因为我上面这时间搭了以后 我一定 我一定一定可以选第一颗 因为上半身请 也不可能能气账好 那下半身我就可以搭这种 升旁盔色 我看它就是一个连帮 在鞋子上面 咱就可以选择这种德讯子 我觉得今天这种鞋子很新穿 这个选的是这种 有点蜜 中色度的一点 包包我就不想太几杂 我就全部都往中侧行走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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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